Hello 大家好 馬來西亞MCO的年紀 我都很久沒分享過馬來西亞的生活點滴 現在疫情嚴重 家裏有東西爛了 都避免叫人上來弄 又避免出街 變了很多時間在家裏 所以我決定自己弄很多不同的東西 家裏的東西一樣一樣都不敢壞 四五年這樣 我家裏有很多這種水喉 短時間內已經壞了三個不停漏水 所以就分享一下這款水喉 換頭的過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裝修師傅 特別喜歡這種水喉頭 還是很流行 馬來西亞很流行這種水喉頭 那我就是 封邊的 膠圈變了型 所以不停漏水出來 有另外一些就是斷了也好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 方法也是一樣的 都是換了這個頭 就OK了 我買了一包這些回來 應該大概20顆左右 在一般水店好賣 我買了三包回來換 那裏面有說明書 如果不明白是可以看一下它怎樣用 其實都很簡單 基本看一看就OK了 換這個水喉頭 然後呢 再拾這個頭出來,就用新的 拾下去 它裏面都是膠喉來的,是挺有趣的設計 我以為通常會用入場的喉,通常會用金屬的 這裡就是膠喉來的 拾上去之後,正常都是繼續流水的 這個時候就要出動水喉鉗 不過用水喉鉗的時候,就要小心點 要小心點,因為它是膠來的 我問過那邊賣給我的師傅仔 他說不可以用金屬的膠,要用膠 不然會貼合不到 拾的時候,由於它是膠,不要太大力 我的策略是每次拾實一點,每次拾實一點 直到它不流水,就不再拾 所以我會試幾次 現在會是還有流水的話 那我就會繼續關掉它的大按鈕,然後再拾實一點 直到它不流水為止 那你見到它沒有再流水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兩樣東西放上去 然後拾回整個螺絲 都是那句啦,不要太大力 不要太大力 如果不是難了,就要重新來過 這一套東西都不貴的 如果你家裡有很多,好像我家裡有十幾二十套 這些稅後頭呢 可以買好幾套在家裡備用都是可以的 這樣拾回下去就可以了 那麽就不用叫人上門製作 而且亦都可以節省一點錢 現在馬來西亞賺錢,相當艱難 再拾回水,好了 沒問題了,下面亦都沒有漏水 那這個...換水喉 其實這個叫水喉頭還是水喉把手呢 我都不太清楚 總之,自換完成了,是成功的 好了,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的 就是我發覺馬來西亞的太陽很猛 那些車擠在外面一陣子已經燙手了 但是,很奇怪的 又不見多人用太陽能 有沒有奇怪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國家的屋 通常都會有太陽能板在屋頂 但是,這裏反而有這麼大的太陽 又沒什麼人用 那大家知不知道答案呢 如果知道的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拜拜